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政壇元老李鵬飛飛哥 原來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就走了 享年八十歲 飛哥給人一個印象 就是真真正正對得住建制派這三個字 不同其他現在所謂的建制派 根本上本質就是保皇黨 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權位 走去拆鞋走去阿餘奉承 而飛哥就完全不是這種人 大家從他的言論和主張可以看得出 他才是真正站在香港人那邊 1978年的時候 廣督麥理浩委任了他成為立法局議員 83年 他就和另外的11人組成了青年財進團訪京 當時他就提出了一個主張 叫做主權換治權 英國就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 但仍然保留港英政府繼續管治香港 當然 這個方案大陸就不接受 在1985年的時候 港督尤德就委任了他成為行政局議員 到了1988年 港督慧逆遜委任他成為了立法局的首席議員 1993年飛哥就創立了自由黨 並且出任首屆的主席 1995年就轉戰立法局的直選 並且勝出了職位 到了1998年的時候 他就參選了立法會的新界東地區直選 可惜撒雨而歸 但是他就非常有擔戴 在輸了選舉以後 就辭去了黨主席一職 後來更加退出了自由黨 在1998年至2008年期間 就擔任了全國人大代表 其實飛哥這一種表現 先講一下直選 已經是告訴別人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是一個有擔當的人 大家看看現在的所謂的 建制派實質上就是保皇黨 你看這個李慧琼 去年民建聯輸到趴街 帶領著一個全香港最大的政黨 在選舉之前擁有117個席位 佔了整個區議會四分之一 選完之後 輸到只有20多席 竟然說辭職 又說遭到黨內的挽留 他又接受挽留 這些人就是戀斬權位 如果一個人真的有決心要辭職 怎會接受挽留 大家可以看看 03年的時候 民建聯一樣是輸到花街 當時的主席曾鈺誠 說要辭職 馬上就瀟灑地撇脫地 就不做了 所以大家看得到 哪些才是建制派 哪些是保皇黨 分野在哪裏 層次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再看看 李鵬飛擔任行政局議員的年代 哪有像現在 一隻二隻行會成員 喜歡出來說幾句 個個就好像KOL上身 經常跟特區政府跟林鄭說的事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致的 完全相反的 還試過 葉劉也試過 然後又批評特區政府的施政 批評特區政府的政策有問題 以前行政局變會這樣 簡直是污吏彈刀 就算你是多不同意特區政府的施政和政策 有什麼就在行政局內談好 你可以在裏面說什麼都可以 吵到拆天都還可以 但是走出來你一定要跟政府的立場一致 這樣才是一個 稱職的行政局或者行政會議成員 因為這班人的職責就是要為政府出謀獻冊 原來現在你看這班葉劉 又林鄭彩又湯家驊 一隻二隻出來 好像各吹各的調 各說各的話 那你做什麼行會成員 如果你認為在行會裡面簡直就發揮不了你應有作用的話 有一個方法你可以做的 就是選擇辭職 不要混亂 但是你這班人又要亂賺那個權位 又要亂賺那份糧 八萬多元一個星期才開一次會 怎會不去 怎會不做 就說知你 不同意又出來又說幾句 現在完全沒有規律 說就說集體負責制 走出來的時候就變成集體卸責 所以就上糧不正下糧歪 連你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都是這樣的時候 更加不用說 那班所謂紀律部隊那班警察的散仔 更加是沒有規矩 更加是沒有紀律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散仔協會主席林志偉 可以經常撰寫公開信 甚至乎公開批評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都可以 實情他也是有樣學樣 就是拜你這班在上位者 其身不正所恥 反正你這個前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都經常走出來 跟林鄭唱反調 他都不爭在 以前 李鵬飛擔任行政局議員的年代 怎會出現這些亂象 才行 你怎樣管治香港呢 這班人 李鵬飛另一件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事 在2013年的時候 加入了由前報政司司長陳方安生 牽頭成立的香港2020治庫 這個治庫就有份推動 2017的行政長官普選 和2020的立法會普選 當然現在就已經落空了 但是起碼你看得到他 心就真的站在香港人那邊 而且他亦都在多次的訪問當中談及到 叫那班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以及叫這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是要站在香港那邊 當然這班人就不會了 他補王 他們要補的王就不是香港的林鄭 而是北京那個 李鵬飛最後一次接受訪問 就是在去年的9月份 他當時就說到 說香港人現在的分化程度 是前所未有的 林鄭作為香港的特首 就應該站在香港人那邊 而且他還說到 雖然林鄭撤回了《逃犯條例》的修訂 但至今仍然不肯設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只是擴大那個監警會的架構 增加了兩名的成員 這件事就是離譜的 他說 因為監警會 就是沒有傳召權 他就批評 為什麼特區政府 遲遲都不肯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應該要還市民一個真相 他就說 監警會只加多兩個成員 都沒有人會相信 那時候 特區政府做什麼都沒有人相信 其實林鄭早幾天就已經解答了非哥這個疑問 他就說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因為 這樣只是以暴力來威逼政府滿足要求 是會削弱警隊 令到暴力分子得逞 他這麼多說得出的就已經證明了他不是站在香港人那邊 所以也不需要對於林鄭有那麼多幻想 另外非哥還說到 要特赦被捕的抗爭者挽回民意 因為港英年代的廉政公署成立的時候 都曾經特赦過一批貪污的警察 當然這個訴求 特區政府肯定不會理你了 大家都看到 那些藍官 對於藍絲做什麼都可以 拿著兩把刀都說他情操高尚 至於抗爭者 根本上就是用一個不同的標準來對待 莫說犯了什麼事 稍為在背包被人搜到什麼物品 就馬上馬上挫他 也不要說要特赦 連重慶發落也不會 所以這就是香港的法治制度 但是非哥的心 你能看到他是站在香港那邊 起碼說得出話 要特赦抗爭者 這句話哪有其他建制派 說得出口才行 所以這位政壇元老是值得香港人的尊重 好了 你看看林鄭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為了自己在歷史科的教育爭議護航 竟然他引述一個所謂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名言 就說教育的崩潰就是一個國家的崩潰 誰知道被人一查 就發現這句話根本上就是流的 你引述那個是什麼曼德拉 街邊又在阿叔叫曼德拉 曼德拉哪有說過這句話 被沈旭輝博士沈旭輝教授出來駁斥你 根本上沒有說過這句話 完全是生安白做的 由一群對歷史毫無認知的人 走去干預這個中學的 歷史科試卷的題目 你說是不是多麼諷刺才行 這句話是何時出現的 原來第一次出現就在《文匯報》那裡說 唉 根本上 麻煩你查真點 真正的孟德拉對教育的看法不是這麼說的 真正的孟德拉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 相信教育的目的 就不是機械性的 令到學生變成唯明是從 絕對服從 絕對忠誠 和沒有討論空間的賺錢機器 根本上真正的孟德拉就和林鄭的價值觀 完全是南緣北徹的 不要老屈別人 當時你引述了一個 並非曼德拉所說的言論 你就老屈他 你是引述錯的東西 你是偽造歷史 到底林鄭要不要站出來道歉呢 前陣子有個不知什麼教師 教這個歷史的時候 說了鴉片戰爭 說錯了一些內容 馬上被一群建制派走去 追殺他 追擊他 又說要那間學校教人 要調查這個 那樣 現在是否需要拿同一個標準去針對林鄭月娥呢 請問 去了哪裏 監視他正在弄一些流東西出來 引述一個假的曼德拉 完全沒有說過曼德拉 他引述的東西是錯的 這些是偽造歷史 你整班人就是假裝看不到 學什麼人講正義講公義 完全是為政治服務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